经济 数据 人物全纪录 财经部落格 特别访问外贸协会行销处处长李慧玲来说明探讨 非常欢迎 李处长你好 主持人好 好 我们可以知道这几年来 中国大陆的一些市场逐渐打开来 消费力也逐渐提升 我们看到在一些大城市 包括宁泊 上海 南宁 天津 南京 北京 杭州 都有台湾名品 有机会在当地展售 那么也展现台湾的优质的竞争力 首先就请处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目前我们在大陆有一些名品博览会 目前推动的现况到底是怎么样 是 我们最主要是外贸协会执行经济部所委办 还有国经贸易局所委办的这些专案计划 非常重要 我们从2009年起已经连续6年 那我们在中国大陆推广这个MIT的品牌 也就是我们台湾名品博览会 已经有35场了 那我们也参加中国大陆这个置办的这个边境展 总共有20场 那这每一场都吸引这个大量的民众来参观 以及采购 以及包括这些进口商 代理商 那参观的民众累积已经超过 1200万名的民众进场来参观 那在这个各展当中非常重要 我们来展出 由我们这个经济部国际贸易局这边委托 我们办理的已经联系23年 这个台湾金品的显拔 那我们每年都在这些民品展里头 展出经由这个严格显拔出来的台湾金品 那这个台湾金品我们就设金品馆 那这个除了我们之前办的包括媒体的报导 我们促打金超过10亿人士之外呢 我们今年呢会持续的 包括有六个展 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的 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非常重要的 吉林东北亚博览会 以及在这个云南的南亚博览会呢 我们同样也会来设立这个精品馆 那希望呢透过我们这个设计非常精良的展馆 然后里头展出我们这个包括研发设计品质行销品牌 有品牌的这些企业 然后非常的有创新价值 以消费者为考量的这个终端消费产品 用这种体验感动的行销 来进一步推广我们的优良的MIT产品 那协助我们厂商呢 能够的来落地销售 不容易从2009年到现在 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 已经有35厂的名品博览会 还有这个边境展 边境展在台湾比较少听到 或者不是业者的话会比较陌生 这个是中国大陆比较特殊的一个展吗 除了台湾的商品之外 会不会有其他商品也一起在这边 让消费者可以选购或是厂商可以采购 是这个中国大陆在推动这个边境展 最主要是它临近很多国家 所以像东北亚博览会呢 包括这个俄罗斯 还有这个韩国日本朝鲜 这些都是会来参与的 这些参展厂商 那我们台湾馆呢 事实上都是最大的亮点 因为以往他们的边境展呢 以这个吉林东北亚为 这个案例来讨论的话 他们以往都是比较属于文宣的宣传的 可是自从我们外贸协会 带领厂商去参展了 我们都是以实际的产品 来展现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这个产业的一个优势能力 那这个非常成功 所以现在像包括这个韩国日本 包括甚至香港 他们都进一乡跟我们学习 那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展位 他们也都是跟我们有竞争的 可是因为我们持续以来 包括我们的参展的展品 一直在创新 然后我们的展馆设计 也都非常的用心 所以呢 之前在这个吉林这个省的副省长 这个陈伟跟副省长 他是负责这个展 他曾经说过 这个台湾馆呢 在吉林东北亚 足起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线 这个我觉得台湾的商品 是越来越有竞争力 国际化了嘛 那么从这些跟各国的商品 在这边可以说是一较高下 也让大家更有选择的机会了 好 那么谈到边境长 还有名品博览会 相信也带动了很多的销售的金额 所以大家就越来越有信心 现在在今年应该有个重点推动的工作 就是听说要在大陆成都 还有广州商场设置品牌常驻馆 那么主要是针对哪些的产品来量身打造呢 是 其实我们这个计划叫做台湾产业形象广线计划 它是一个三年的计划 那这个是从103年开始会执行到105年 那这个计划呢 其实非常重要的 不只是推广台湾的品牌 台湾的产业品牌 甚至MIT 那最终呢 是希望能够协助我们的厂商呢 到目标市场去落地销售 那刚刚主持人提到呢 我们会在今年会在白脑会的成都跟广州商场 来设置我们这个台湾智慧生活馆 实际的来销售我们这些产品 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名品博览会里头 很多的个别企业有参展 那现场不只卖给代理商 经销找代理商 也包括现场的V2C的销售 那可是呢 如何长长久久都可以让人家找得到这些产品呢 那让这个实际的效应更扩大 那所以我们这个设置这个长住馆就非常重要 那是我们从103年开始呢 我们就跟神老合作 包括他们的上海厦门福州 已经有这样的长住馆 然后包括我们跟这个丹尼斯百货 荷兰郑州的丹尼斯百货 也有设置台湾精致生活馆 那今年呢 我们更进一步扩大 要跟我们台商 这以上两家都是我们台商 那现在白脑会呢 更是我们台商呢 在中国大陆更营多年 非常著名的一个IT卖场 那近几年来呢 他们也逐渐发展为一个复合式的卖场 所以呢 我们在成都 大家知道成都因为中国大陆的政策 就是希望企业能吸进 所以他们的消费能力也快速的增长 他们可分配首得呢 可以说是中系部地区排名第二的 那广州呢 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城市 所以我们今年 首先显定在这两个城市 那所进来的我们除了当然IT产品 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中端消费产品产业 包括像可能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走势 像3D列印 还有现在进一步 这个3D的裸饰 包括这个电视啊 在户外的广道的这种看板 或者我们户内办公用家庭用的这种荧幕 这些产品 那除了这些IT产品之外呢 很重要的像我们的影音 我们的这个投影机 也是非常的尖端 越做越好 所以还有我们这样 像大家都知道 这个美妆产品在中国大陆 也非常受欢迎 然后我们这些产品呢 都会MIT的产品 都会来进入这两个馆 那么这样的人力配置 或者相关的资源的整合 对外贸协会来说 目前是怎么样的规划 还有行销策略会怎么样来推动 是 我们知道你设卖场 非常重要 你就是要去宣传 所以呢 我们借由我们今年会在持续 会在六个台湾名品博览会 两个边境产设立这个台湾精品馆 我们就会把这个人流呢 导入到我们常设的卖场里头 然后我们这个卖场呢 也会利用像这个百脑会 它在这个广州呢 它是全中国大陆 最大的复合式IT商场 它位于广州的 这个最大的百货商前 天河路 那它每天的日经人友 达到六到八万人 假日达到八到十万人 那我们就会利用这个卖场的特性呢 不只在它卖场的大型看板 还有这个人流进来 我们会做新产品的体验 然后另外呢 更重要的这个两个店面开馆呢 我们一定会有大型的造势活动 会有媒体的宣传 那后续呢 这两个卖场呢 我们会导入到电商里头 所以呢 不只在这个实体的店面 在电商这个部分 O2O非常重要的整合 都会串联进来 那我们借由这个媒体的公关这个部分呢 那我们也会希望能够再充高我们的人性 然后其实中国大陆很重要 像微信微博 我们也会利用它这个一些论坛的特性 然后希望能够把我们台湾 在这个长社馆里头的这些产品呢 能够有效的宣传出去 那更进一步呢 百脑会 大家知道它已经在中国大陆 这个更营很多年 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 这些进口商 这些代理商的部分呢 它也会持续来协助 跟我们台湾有意愿 要到中国大陆去布点的这些厂商 来进行洽谈 这个工作会持续的来进行 这个人流就是前朝 不过刚才处长也点到 中国大陆电商崛起 非常的迅速发展 它的脚步非常非常的快 那么我们也善用 他们目前所习惯的平台 所以要广为来做一些宣传 所以竞争压力也非常的大 但是有竞争呢 我们不怕 我们也有很好的行销能力 那么外贸协会 带着我们往前冲 所以在这个地方 像以广州刚才 处长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 这个百脑会的这样一个地点 有其他的外商也会进驻吗 像百脑会 它是一个复合式的商场 那它因为它这个整个卖场呢 上面是五层楼 地下是一层楼 所以整个卖场的这个包括 其实很多大型的外商都有进驻 甚至包括我们知名的品牌 像ASUS ASER HTC D-Link 还有GIGABYLE 这些都是在这卖场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的台湾智慧生活馆 我们就要把它的特色展现出来 那我们这个卖场会设在一楼 那我们会发挥最大的效用 效果 然后除此之外呢 大家知道这个数位行销也非常重要 除了电商之外呢 怎么样reach out更多的人呢 我们也会整合 我们全球的行销 包括我们这个 整个把工艺的 这个概念 整合进来 因为要给人家好的形象 不是单纯的说 我只是要卖东西 要把我们台湾这个人文的 对于整个全球的关怀 这个部分 我们也会整合在我们的这个数位行销里头 然后让更多人的来参饮 然后更认识我们台湾的优良产品 然后更希望呢 更吸引他们愿意到台湾来 是 好 那么除了这成都 还有广州两大的品牌常驻馆之外 未来是不是会评估在其他地点 也有类似的规划来拖点呢 是 我们现在因为陆陆续续有这么多的 这个我们台商的通路 在跟我们合作 所以呢 目前呢 我们还包括上海 厦门呢 都有很多的 这个通路商呢 已经都在跟我们接洽 那我们希望呢 持续呢 能够来协助我们厂商 不只是宣传推广 而且真的来落地行销 这个都在我们持续的 未来的一个 整个计划的推动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嗯哼哼 张萨熙我们点到 不管是IT产品或者是 在 生活家电 生活家电都有 有文创 是是是 医疗美妆都会有 对 所以各产业都有机会 我们也要看准中国大陆内需市场 因为目前看到他们的政策 是一再的来刺激内需消费 所以他的消费潜力无穷 还有高龄化的银法商机 环保意识抬头 这样的商品应该也是我们台商 可以来积极把握的 相信外贸协会 也做了相当好的规划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外贸协会 行销处出场李慧玲 说明台湾的名品 如何在中国大陆行销 来争抢更多商机 非常谢谢李出场 谢谢 谢谢黄小姐 谢谢